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土匪与土匪之间最大型的一次激战 张作霖率领的弟兄们登高观战 但见炮声隆隆 火光冲天啊 大地都在颤抖 张作霖的脸是非常严肃 心也非常紧张 他计算着风铃阁现在的处境 想起以往的事情 暗自咬牙呀 张作霖心说 风铃阁 你个老狐狸 我叫你自食其狂 你竟调理旁人了 竟占便宜了 这回我让你吃个大亏 鱼医 你也是个白眼狼 你们两家打吧 不管谁胜 谁败 欲磅相争 我是愚人得利 张作霖想着这儿 心里头挺高兴 张世飞 唐二虎 南朝 北国等人 站在他的背后 唐二虎看了看 我说队长 够老冯玉庆 整大了一天了 听这意思 现在还在激烈的进行 这家伙道行也不浅 张作霖没说话 张世飞一乐 他道行带身呢 这回也得玩完 不信你就瞧好吧 正在这时 就见手下的保险队员 领了一个人 这人牵着高头大马 爬上了高坡 上气不接下气 见着张作霖就蹲下了 张作霖回头一看 认识 磕头的大哥 济金村 一瞅着济金村的变模样了 连薰的跟造网也差不多 鲜血顺着鹅脚袜下支流 身上的衣服都一条一条的 裤腿一个长一个短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跑丢了一只鞋 鞋挂着盒子腔啊 惨不可言 张作霖毛腰把他掺起来 大哥 您这在哪来 兄弟 你 你怎么还不派兵啊 完了 完了 别着急 别着急 有话慢慢说 什么完了 高坡的中安仆都失手了 我们大当家的浴血奋战了 如今都被鱼把我们的地盘给夺了去了 大当家的死守最后一个据点 小山子小山子再丢了 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大当家的一见 你迟迟不肯发兵 火冒三丈 让我领着五十名弟兄 闯冲围前来求救 好不容易才找着你 兄弟 救人如救火呀 赶紧派兵吧 大哥 您看把您急着这样 我不能派兵 你不说两家合作吗 说是说 做是做 哥哥您听我说 冯林俄是个什么人 你比我清楚 那是一只老狐狸 言而无信 一向说话不算数 我上次是虚黄一枪 我是算他 根本我就不想跟他合作 我现在要站在高山看虎斗 趴在桥头滚水溜 我怎么能发兵呢 这 兄弟 你不对 这玩意儿哪有开玩笑的 人命关天 两千多弟兄 两千多条命 兄弟 不管方林俄怎么补东西 不管他怎么不仗义 现在的危难的滚头 你也能见死不救 大哥 我也有难言之言 你支持七一 不想七二 我已经得着确实的禀报 我的背后 也不安全的 日本的桥本大国 派来步兵连队 威胁我的侧义 我哪敢动 我这一出兵 我家叫人去抄了 因此 我只好按兵不动 其实张作霖呢 欺骗吉金存 刚才说这套话都假的 吉金存呢 比较实在 就信之为真了 是啊 这一说 那彻底凉回来 那我还得回去 把你这方面的情况 禀报大当家的 我们再另想办法 大哥 不必了 我奉劝你就在我这待着 不用回去了 你看那个形势 你能回去去吗 冯冰河自作自受 大哥 从今以后 你就跟兄弟我干吧 咱们一个头磕到地上 有我吃的 就有你吃的 有我喝的 就有你喝的 有赵家庙的保险队 就有哥哥泥泡 哪也别去 人家还等我回信 还等啥呢 他爱怎么的 怎么的 看你这个样子 马上换衣服 洗洗脸 哎呀 鸡金村蹲在地上 莲花脑袋在跺脚 一度的话说不出口 他也摸不醒这个张作霖 究竟想干什么 就这是这个炮 更激烈 半小时之后 又一个保险队员 领了一个人 骑着马上了 山坡 那个人在马上都下不来了 别人给他揍起来 再看这位 比鸡金村还惨 上衣都没了 光个膀子 这身上连汗在血 也不知的是 别人身上 烫在他身上的 还是他负了伤 那脸上 花一道 紫一道 光剩下白牙子 眼一旷子也轻了 手里他拎着盒子枪 一缺一点 来到张作霖进前 兄弟 张作霖也吓了一跳 仔细向前面 这才扔出来 砍超喜 磕头的二哥 二哥 您来了 兄弟啊 你怎么还不派救兵呢 现在我们大当家的 完了 你要再不派救兵 就全军覆没了 砍超喜说的 这看见 几金村了 砍超喜眼中就 瞪起来 我说大哥 大当家的叫你 搬兵 等着你的回信 你怎么在这 蹲着 你不回去了 你问他吗 我 我也不是那 张作霖 值得砍超喜 比极金村的脸酸 到时候上来脾气 翻脸不认人 张作霖主动的跟他解释 二哥 并非我按兵不动 我的后面 侧翼都受到日本人的威胁 日本人已经给我下了通牒 倘若我要进兵帮着冯林格 日本人要朝我的后路 我现在自顾不暇 我哪有力量还去援助他呀 这也是意想不到的事啊 二哥呀 这不您来了吗 别走了 方才我跟我大哥说了 从今以后 咱们哥仨 生在一处 死在一处 有我吃的 就有二哥吃的 你就带我这召集庙 那 那我们就 别说了 别说了 赶紧休息休息 快点 找人让他洗洗脸 上上药 砍超喜 也没照人那样的 又等到时间不大 东方露出曙光 哎 张作霖摘耳一听啊 炮声停止了 除了有凌烂的枪声之外 几乎战斗接近结束了 哦 可能风铃个弯了 烟消火灭 哼 你自己找的 张作霖一挥手 带着鸡精从坎朝洗 汤二虎张是飞 南朝北国众人回归赵家庙 到赵家庙 这两个人就洗了脸 有受伤的地方也上个药 也换了衣服 张作霖灵命人 欺贴的宴茶 给两人压惊 人们交头接耳 就一路高驼子中安埔的战斗 实际中 冯林阁 率领五十多人 参兵败将 来到赵家庙 有人给张作霖送信 张作霖 马上率罪应接 在谱子外一看 这五十多人全都挂彩了 伤势的亲重不太一样 每个人的脸都被硝烟熏黑了 简直跟魔鬼差不多 再看冯林阁 劈头三百 塞帮子上也挂了挂了 鲜血之溜 衣服不仍啊 马靴都跑丢了 张作霖赶紧迎上去 夹亲夹尽 大哥 你 您怎么样 嘿 一眼 难尽 封林阁望马背上一趴 放声大哭 张作霖这心呢 也不太是滋味 在旁边 炫吧 大哥 能活着就有一切 有话 咱们弟兄到里边说去吧 也真好如此 有人把马匹切磨 把他这五十多人 让进保险队的队部 张作霖张作霖 张作霖快做饭 快准备药 风铃阁一白手 算了 算了 兄弟 我不明白 我就死了 我也是个糊涂鬼啊 我且问你 你为什么不发一兵一卒 莫非你看我的哈哈笑 不成 冯林阁连潮是在喊 把房盖都要鼓起来 张作霖 坦然凑之 往旁边一坐 笑呵呵的瞅着他 大哥 您能容我解释解释不 你说吧 怎么回事 因为我 后边 左右粮都受到日本人的威胁 我没有办法呀 我想要动开 我的家就得丢了 有道是户籍 不为偏 你说我自顾不暇 我哪有功夫帮着您去 战争的时候 又不便解释 这也是实在没有办法的一件事 万望大哥见谅 哦 是这么回事 好吧 就算我冯林阁倒霉 我白闯荡江湖了 我就俩眼瞎了一顿 我不是人的我 冯林阁当着张作霖 你的面 啪啪啪啪抽自己的嘴巴 大伙苦劝 这才把冯林阁给劝住 张作霖 也假亲假惊的大哥 大哥 你要这样让小弟无地自容啊 我就当着你的面 我抹脖子 我浑身是嘴 难以分辨啊 我只有把心掏出来 对着其大哥 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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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过去那片 先过去 我把实情告诉你 我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地盘 第五地是一点没剩啊 都被九只手一翼 率领五大少给攻占了 我几十年的积蓄 什么也没留下呀 就我们这几十个人跑出来 方才你说了 有人就有一切 我幸逢的且不死的 我非要报仇选 不然的话我死不明哦 大哥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我希望你保重身体 老天睁眼 你还能平安到我身边来 这已经就很不错了 是啊 我坐林啊 哥哥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我有个要求 你能答应不 说吧 哥哥 凡是我能办到的 我现在成了孤魂野鬼了 无家可归了 我五十多个人 打算借你赵家庙 借地村深 你能不能给我安排块地盘 等将来我还会元气 然后 我再走 不知道兄弟愿意不 这 张作林眼睛转了转了 大哥 难哪 为什么说难的地盘是有 可是你想一想 你跟九只手鱼翼 你们俩水火不同颅 打得都红了眼镜 鱼翼就说占了你的地盘之后 就能善罢甘休吗 我看不能吧 他还要穷追猛打呀 他要知道哥哥你到了我的赵家庙 肯定得发兵来犯 你说因为你 赵家庙跟鱼翼 在双方火聘 得死多是人 哥哥 我看你还是另头别处 风铃隔心说 小个子 张作林 你他妈的太不仗义了 你够歹毒的 你甭静跟我说拜年的话 实际最考验人 你暗兵不动 瞅我的哈哈笑 你有多缺德呀 现在我想找个安身之地 都被你拒绝了 你这叫落井下石 等将来我冯林哥 有翻烧的那一篇 我先找九只手算账 而后再找你张小哥的算账 俗话说 人在矮言下 怎敢不低头啊 风铃隔把这个火 往下压了你家 好吧 听兄弟这一说嘛 你也有难言之隐 我怎忍心 给你们赵家庙 再带来麻烦呢 不过兄弟 我走也行 我跑出来的匆忙 连一个铜板我都没带出来 燕路之上人吃马背的 需要钱呢 能不能借给我点银子 可以 用多少 您说话 在这儿到哈尔滨 少说也得三四千两 借五千吧 一万 哥哥 我给你拿一万银子行吗 用不了 不 用一万 来 盘别银子 诶 张作林挺大方 给风铃隔 拿了一万银子 分成多数个包 往这一放 风铃隔也没过数 让手下弟兄分别的携带 兄弟 我再讨顿饭吃 这可以吧 当然可以 开饭 就在屋里头 院里头 这帮人像饿狼子的事 狼群虎咽 风铃隔 告诉吃饱了 咱们还得赶路 可在吃饭之间 张作林就试探着问 大哥 有一句话呀 我总想问你 但是话到舌尖 我又咽进去了 我怕大哥 难以回答我 现在无话不说了 你有什么疑问 你只管问吧 我说大哥 我听说你 投靠了杀恶的 大鼻子是你的后台 前者咱俩见面的时候 你带着绣标 你不参加了什么 俄国的滑榜 都对了 那么对付九只手 于义 你为什么不投靠 俄国人 你怎么不请求 俄国人发兵呢 哎 别提了 在他妈大鼻子 也他妈不容易 兄弟 你还不清楚吗 中日甲午大战 大清国打败了 隔让台湾 隔让澎湖 隔让辽东 辽东半岛 画给小日本了 就这样 日本才逐渐增兵 把大鼻子挤的 没地方了 都撤到宽城 到哈尔滨去了 剩下的 也是零散的部队 就我那个好朋友 裤子聂佐夫大笑 现在调到哈尔滨 当什么总领事去了 鞭长莫及 远水不结金可呀 要不说倒霉 喝凉水都塞牙呢 而专赶这时候 发生这次大战 哎 就崩开了 我打算到哈尔滨去 找裤子聂佐夫 搬兵求救 我相信凭我们俩的私交 他也不能袖手不管 再者一说 大鼻子最恨小鼻子 从这一点上 他也能借给我人 借给我钱和枪支 我还要举完土出来呀 兄长 这一万银子你放心 将来有一天 我加倍奉还 大哥您怎么说外头话 这银子我不要了 这就是送给你的 如果我手边赋予的话 再多拿两万 哎呀 这就甘不尽了 说话之间饭吃完了 马也喂好了 风铃格 查点人数 一共是五十六个人 子弹不够 在张作霖这拿 枪支坏了 不要 张作霖给换 哎 这方面来说还挺高兴 然后 风铃格起声告辞 张作霖看看身边的 基金村 砍潮袭 这俩人虽然说 跟张作霖 冲北磕头 但毕竟跟风铃格 也不是一天两天 有一定的感情 看他俩的意思 还有点难舌难离 所以张作霖就把他们叫过来 二哥大哥 我看这样吧 既然你们大当家的要去哈尔滨 一路上人单事故 诸多不便 你们哥俩奉陪着一块去吧 一定要保护他的安全 哎哎 这俩人还挺高兴 风铃格冲着张作霖抱拳 贤弟 高意思 高意思 青山不老 路水长流 他年相见 咱们好会有期 沙拉他们走了 他们走了之后 张作霖忽然想到九只手鱼 为什么 准之的这小的是个贪狼啊 贪烂无厌得存进尺 别看他把风铃格给击败了 下一步 肯定把矛头的队主赵家庙 我必须做好准备 来应付一切 听众朋友 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责任编辑张红 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明天继续收听 正非典型中心